掌握一手行情 不做二手韭菜 大家好 我是小二 也没在华江北做手机的背报课 苹果15全系将在明天发售 往年苹果发布新款都会有很多的溢价 那么今年会是怎样呢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看老款的价格 就知道今年苹果15的行情会是怎样 因为老款14系列最近都在涨价 并且今年新款时候的热度明显不如往年 小儿估计首发当天溢价肯定还是有 不过估计也就几百块钱 而且持续不了几天 这台全新的14pmr56微激活 我们今天拿获是5650 下面这台是一个无锁的实材mini 128g粉色 电视效率88 mini拿在手里确实比较轻巧 方便 单手操作也很舒服 只不过这个续航是比较拉胯 作为一个备用机还可以 作为主力机的话就不太行 这台机器我们今天拿获是32128g 国航双卡双待 国航的机器电视效率普遍都不是太高 这台88已经算挺好的了 外观也是比较亮 没有磕碰 只有一些比较细微的使用痕迹 算得上是一台标准的亮机 并且这台还是一个老系统 15.41 是可以装聚模商店使用的 其实有了聚模商店这个软件 苹果手机的口玩性就变得比较高了 这台机器我们今天拿获是2850 c pro max 256g 同样是一个国航版本 双卡双待 这台机器虽说是一个二手 不过可以看出上一任机组保护的是非常好 并且还是一个比较老的系统 机器纯原装无彩修 只是电池效率不是太高 这台我们今天拿获是3150